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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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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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因为这样你事先做到的没有错 就是搞不好我做的事情不是开咖啡馆 不是当代这个时间点别人喜欢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在30年前要开面包电动咖啡馆 可能情况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这个东西我不太会讲 就是你如果不怕怕剛才給你打到這個時間點 然後你也成功了 可是我會很害怕失敗 因為一次以後我可能就爬不起來了 如果說我現在是反過來我先有一個成功點 第二個失敗了以後沒有關係 因為我還可以回到第一個 然後我還可以繼續有第二個或第三個第二個 第四個第二個 我的意思就是 我了解 那當然我這裏我先說幾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說 開門不怕錢 但是其實我想你一定要 當然我們嘴巴這樣說 但是其實我們也不是什麽都不知道就開咖啡館 我們也是做了相當多的停廢 那這是第一點 那只是說我覺得準備是一定要做 但是我覺得那一份勇氣也需要 那 那另外就是準備這件事情 它真的永遠沒有完成的一天 就是其實我們比較 那我們最近在說的這件事情 其實像我們籌備 我們下一間新店 其實籌備很久了 理論上來說應該是兩年了 但是其實目前它剩下三個月 那我覺得我們籌備這兩年 它只完成了百分之四十 那我在這一個月應該做了百分之五十的事情 對就是其實它還是會 會在那樣子的 當你 其實我覺得 你一定要有Dayline 就是 就是當你永遠都 你會想說你要準備好的才開始 可是其實人真的永遠沒有準備好的那一天 那如果你覺得它是該做的事情 那Anyway不管你怎麽樣開始 你有了第一步之後 你就要接著不停的做下去了 那 另外一個也是說 我覺得這個 應該提到創業這件事情 那我 我因為其實 我以前從來 很喜歡看書 可是我都喜歡看一些那些 有的沒有的 那個文學類還是老闆的 但是因為開咖啡店 這件事之後 我開咖啡店的整三年 我都開始一直看那些 什麼商業重輸 什麼創業要討什麼 那其實我剛剛常常寫到就是 其實 創業有一些特質是需要 其實你在決定自己要不要創業之前 其實或許你應該檢視自己的一些人格特質 就是其實有一些特質是必要的 就比如說 那你的積極 你的 那個 呃 衝進啊 像國賤也是很強的啦 那執著啊等等 他有一些必要的特質 那比如說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很棒的地方 那但是 有一些特質是創業的人 或是做老闆的人需要擁有的 那這個AZ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 是不是擁有這樣的特質 就像我今天 可能是一個 或許我是一個很衝的人 可是我很愛好自由 那其實他 其實他或許他也跑去開店 然後到後來就常常會像 我們國賤說的 他剛才有體驗 那店開 發生也生理很好的 但是 可能兩三年之後他就收了 因為 生理太好 他都叫人別了 那他就覺得他沒有了自由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創業之初 之前 當然你做的這些評估很重要 那我覺得在評估之前 可能你要先評估的是自己 一些的人格特質 那當然準備這件事情 我覺得 要準備 但是 你也要開始 你一定要開始 開始的第一步 因為其實 開始做之後 會有更多的事情 需要去準備 就像 比如說 我開始 我決定 好我現在開店了 那我就要去做商業登記等等 我會延伸更多的事情 是 你不知道的 就像 比如說 好我們的 設計圖 畫好了之後 畫好了之後 才是更多的開始 因為 那你不開始 我 做不好 我要用這樣 其實 那都不是問題 問題是 你開始跟 社會交通的時候 這是問題的開始 對啊 就是 比如說 就像我們在蓋房子的過程 就要 學會跟這些投水師傅的語言 那這些是 你之前 永遠沒辦法去準備的 那每一個人 每種人 有他們 的習氣 跟語言 像 你作投水的師傅 還是說 當我開始 買 白骨飯的時候 我會去 跟 那些 二點的阿桑說話 要去幫忙 我去幫忙 我去幫忙 叫他 我比較想的 就是 這些事情 我覺得它不是 不是在 創業之初 你的籌備 有辦法準備到的 而是你在開始之後 你才要不斷的去準備 然後 關於 就是你說的 失敗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 我有看了一本書 我覺得它寫了一句 應該 對我蠻有啟發的 也啟發了很多人 那時候剛好 就是我們開咖啡館 就會去看很多咖啡的書 那 那本書的名字 我忘記了 那它是寫 其實 是寫那個 日本有一 其實它是一個 全世界性的連鎖咖啡 叫 TUNY Coffee 那 日本的 日本的經營者 就是 日本連鎖的 老闆 他有出了一本自傳 那 他裡面 就在寫他 開業的過程 然後 他那時候有寫一段 就是 其實他們連鎖的體系 就跟我們一般 自己開小咖啡館 不太一樣 雖然他 也是從一家咖啡館 開始開 可是他們需要加盟 然後需要 跟美國買 他的日本的總經營權 所以他那時候 他開第一家店 要花9千萬日幣 然後 他就是去銀行貸款 那所以他 他就說 他在 進銀行要貸款的時候 就是手續都已經完成差不多 要蓋章那一刻 他突然 停了下來 然後衝到外面去抽煙 因為他覺得很緊張 因為9千萬日幣 那是非常大的樹木字 然後他就說 他邊抽煙 抽煙抽煙 然後他那個時候 腦裡面浮 就是 就浮 浮現一個 一句話告訴他自己 他就說 他就說 反正 如果失敗了 我就去7000打工 然後晚上再去加油站 那這樣子 我大概做30年 他就自己算了 他就說 他這樣子 每天接兩份工作 然後做30年 他有辦法把這9千萬的代工還錢 那 反正 也沒有什麼寫實 然後他就 本業一坦很帥氣的 然後走進去蓋章 他就自己寫了一個美麗的 那我覺得 其實但 每一個創業都有他的 風險在 那 我想 第一個 你要想清楚 這是不是 你 日本人說 一生懸命 就是你 為了一生 要去奮鬥的事情 那如果是的話 如果這是你要 真的想做的事情的話 那我想 他 失敗的機率 不會很高 他 可能你這個點會失敗 就像你剛剛說的 你說第一個點成功 那第二個點失敗 沒關係 那但是其實 換一個角度想 如果這是你覺得你 這輩子一定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第一個點失敗 你還會有第二個點 再繼續做 你第一次成功 就像國父一樣嘛 做了十一次 對不對 就是 當如果我這一生 我就除了 能開咖啡館 不能做其他的事的時候 那我第一間開倒了 我還是會再開第二間 那當然 我想 我想 有時候 或許 我們會有很多的考量 那 但是 其實 換一個角度想 我們生下來的時候 也沒有帶什麼東西來 那回去的時候 也沒有帶什麼東西走 那 這中間 其實我覺得 更重要的是過程 就像 其實我們 做咖啡館 做了十年 那 其實 認真說 沒有什麼很成功 那也沒有賺什麼大錢 其實也沒有 也不是說賺到什麼大錢 但是我覺得過程很重要 就是 我覺得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 它是我想要的生活的方式 當然 它中間有很多的口屁喇叭 就是 我們一天要工作十二個小時 那 我十年 這十年 好像只有出國過一次 那為的是三五卡 這樣子 就是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 去 像一般的上班族 有假期有兩天三天 可以去度假 所以我們可能沒有 那anyway 但是 如果我自己換一個角度想 就是 當我如果是一個上班族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 休假日要花兩百塊 然後去咖啡館 喝咖啡 然後享受那個氣氛 然後 我現在是 收人家兩百塊 我一樣 然後我一天十二個小時 都在裡面 那本來要付錢 付錢給人家的事情 現在還有錢收 收多收少 就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 很多次就看你怎麼去看看 對啊 所以就是 一天十二小時 所以就是 四間店這樣 就是 一天就是 就是想說 問說時間管理方面 時間管理方面 他就用四十八小時啊 時間管理方面 齁 好 其實 待會應該要讓 老闆娘說一下 因為其實 每個人時間管理 不太一樣 我是剛好運氣好 我本來就睡得少 呃 不是你取四個喔 對啦 對啦 其實這也是我們最近一直在討論的事情 終極目標 就是 就是當然 應該要去四個 呃 其實我們在 在開店的過程中 也遇到 很多啦 其實 其實 呃 當一家咖啡館 跟 兩家咖啡館 三家咖啡館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連鎖體系 它會有一定的 的 有一些難度 當你開一間 跟開三間 三間的時候 其實 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 前輩 他在大陸開兩百多間嘛 然後他那個時候 我開第三間的時候 他剛好是 呃 就是親戚 親戚 遠房的親戚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你在三間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關卡 然後我那個時候 還 一年 我就一年就開了三間嘛 我還想說 還好吧 然後 後來我就懂了 他那時候跟我說 其實你開一間 跟開三間 跟開十間 然後 是不一樣的 他就說 其實當你三間的時候 你就有所謂 時間管理的問題 他再來 你 再多 可能到時間的時候 你有物流可以送的問題 然後你有分電機 你就要有你的系統 然後之後過了就過了 他就說 當你十間跟一百間的時候 其實差異就不大了 那所以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開了三間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用忍去治嘛 那所以那個時候很有趣 就像你說的時間 怎麼去管理 然後 我們那個時候 剛好有一間店又很遠 在南投 在竹山 那 我們其他三間店 在雲裡 是比較近一點 然後我那個時候 就每天就很像 打保齡球這樣 就一點一點 跑 我那個時候 這樣照一圈就要兩個小時 然後 就每天照好幾圈 所以其實 呃 開店距離也是 有一些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 就都回到雲林縣 那當然時間的管理 嗯 我想 很多事情需要 大家一起做 需要很多人的幫忙 其實店沒有辦法 一個人 去做 所以其實我們 從開店之初 我們就不是 自己一個人做 從開店之初 我們就有 夥伴一起做 其實需要很多人的 分工合作 那 所以其實在這裡 我 我倒有一個想法 是我的 體會 就是我們常常在 在創業的時候 或是在 開店的開始 我們一開始 都會想要作想 就是 呃 其實我們都在想說 可能我小小的 或是 或是說 或是說 欸我們怕失敗 就是盡量想說怎麼樣不失敗 那 我 我這幾年的 體會就是 其實 夢要做大 那當然 你要選擇 先想好你的夢想是什麼 當然 如果你只想要開 就是一個人的小店 那你就 往這樣的目標去做 但是你要去 你就要去想好 欸比如說 當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 損失很多的休假 或是說 你有很多的 會遇到很多的 一些狀況 是你自己 必須去考量到 去克服的 比如說 像如果你今天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雇出店 你可能要吃一個飯 都很困難 因為你跑出去 就沒有人了 可能還要有人 幫你送便當之類的 或是等等 那 如果你去 你不想要 這樣子的狀況 你可能 你一開始 你的設定就是 你要有其他的人手的方法 然後 我想 所以 這些都要想清楚 然後 要敢於去想像 因為 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失敗怎麼辦 但是 當如果你的夢想是 我想要開十間 那 可是夢想沒有達成 可能我們完成率不高 好 那我可能只開了七間 或是我打對著 只開了五間 那也不錯 那我如果一開始 只想說 我只想要開一間 那我失敗了 就沒有 我後來是這樣子 跟自己說 因為 其實像我們一開始開店的時候 很有趣 我剛開始開店的時候 跟多數人的想法一樣 其實我那時候 想的就是 不要打 或是不要賠錢 那 所以我很努力很努力做 很努力很努力很用心 然後 其實我覺得 當初的設定 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真的很努力做 我達成了 就是 我沒有打 沒有賠錢 所以其實 我想 比如說 你如果想要創業的時候 你要想的 不是想說 如果你的目的是盈利的話 你就不要想說 你 你 不要賠錢 你一開始的設定 就是你要怎麼賺錢 或是你要賺多少錢 那假設你設定 你賺一千萬 你沒有達成 你還有賺多少 可是 假設你的設定是 我不要賠錢 那你就算達成率是100% 你做得很好 也就是不要賠錢 所以大家要努力去做夢 要去把 就是 一開始的一些考量去做好做到 對啊 就 比如說 就像 剛剛說的 為什麼 會被綁住 然後就收掉 我認為就是 一開始沒有去設定好的一些部分 還有人說 你不是在問 說 說 說一個人問 說 國伯的台灣都在國 哈哈 哈哈 來 請問一下 是 要準備多少錢 喔 不是啦 這也是 這是 創業需要 哪種 就是哪幾種 然後 而且 做的是咖啡 是全國性 現在以後全台灣的人 都喜歡的咖啡 那要怎樣才能夠 點植了自己那個 最初的心 然後不要迷失在這麼多咖啡葉子的很多當中 嗯 好 你有沒有迷思 我有沒有迷思喔 董哥他已經迷思了 你有沒有看 哈哈 會齁 其實 我覺得 我覺得 在創業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都會 不斷的問自己 就像我想 國慎其是 半個米在文聰帝的時候 你也常常問說 我到底要再開玩 其實 說的 現在是不會啦 現在已經十三年了嘛 茁壯了 但是可能大概兩年 三年的時候 你也常常問說 欸 我到底這樣做是怎樣 那其實 這個我們也常常遇到 那至於 而且 我們想要做怎麼樣的 咖啡館 那其實 呃 我覺得 一開始當然 你會 你應該要去想說 呃 假設 就像您說的是 咖啡館 那你想要 想要開什麼樣的咖啡館 你想要做 怎麼樣的東西 那如果你自己是清楚的 那 反正 別人怎麼做 關我們什麼事啊 但是 好 但是其實 呃 其實像我們來說啊 呃 我覺得這也是 成長的路 一直遇到的事情 就是 其實 我覺得 從 開咖啡館以來 那大家就會問說 欸 那 芒果咖啡是什麼 或是 你們的特色是什麼 或是 你想 你們 你們的 訴求是什麼 那其實 說真的 我在前幾年 我真的還不會太上海 就是 我覺得在 在我們經營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不斷的在摸索 然後不斷的在尋找 比如說 可能像一開始 我們就覺得說 咖啡做好喝啊 或等等 其實當然我們開的時候 我們也有很多 我們自己的想法 但是其實 欸 或許我自己知道 我也說不上來 就是 欸 芒果 它到底 對我們 對我來說 它代表什麼 那我覺得 呃 我們後來 其實像我們自己 開咖啡館的人 也很愛去 人家的咖啡館 那新店開 我們都會去 那但是其實 我們現在常常覺得 呃 如果新店開 我們大概都會 半年後再去 或是說 如果去了之後 可能會過半年 一年之後 再去看它 因為我都剛剛 其實 它需要一點時間 會有了它的生命 跟文化 那其實 對我們來說也是 欸 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漸漸的 做了十年之後 我們慢慢 我覺得也還沒有完全 但是我們 漸漸的了解 我們自己在做什麼 我們的 呃 核心的想法 跟宗旨在哪 那 比如說 那 像 像您的部分 您就會 一開始就會去思考 思考 其實大家 在開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想說 要差異性 要跟人家不一樣 那你就會去看說 呃 就是 呃 所謂的這一片洪流是什麼 那 你 你自己想做的是什麼 啊其實我覺得 咖啡館的形式很多嘛 有人 有人是 的訴求是 比如說是文化啊 或是表演啊 或是咖啡本身 有人是餐點很好吃 其實業態也很多 那有人 甚至有一些主題的咖啡館啊 可能 欸比如說像我們家 牙子很多 因為老闆娘很愛牙啊 或是有人有品特的收藏 那 到底你的 對你來說的價值在哪裡 那 我想 嗯 嗯 很重要的是 你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那 很多時候我覺得 就像我說的 呃 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它不只是一個鍛情的工具 它是你的生活 那所以你要怎麼樣的生活 然後你要怎麼去做 我想你這樣去想 你就比較不會迷失 因為 如果你只是想的是賺錢的話 你就會發現 欸 人家 可能賣鬆餅 你也想賣鬆餅 然後人家今天 什麼 買衣送衣 你就會想說 那我應該要怎麼辦 如果你滿腦子想的 都是錢 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欸 你可能 欸 今天人家的咖啡館有什麼 你就會想要有什麼 或是你看誰生意好 或是怎樣賺錢 你就會水過突流 那但是 你 應該回到你當初 為什麼 要開店 那你開店要做什麼 那 你追求人 到底是什麼 那至於要交什麼樣的朋友 嗯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想朋友要多交 好 那 其實我 都覺得 人力之遠 這件事情 不管你開不開店 或是你做任何行業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它也是 就是人生經歷的一個很重要的課程 那我不認為它應該是一個有什麼的選擇或必要 就是你今天挑應該不是去挑朋友 就是我今天要開店我可能要找一個 就像我剛剛說我要找一個會畫畫的老闆娘 這樣可以幫我省了那個建築的錢 或是說我要找一個什麼會什麼的幫我這件事情 那我想交友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多方的去結交 那三人行必有我師 那每個人都有他們的常識 那我倒覺得其實與其問說應該去想的是 怎麼樣運用我們的人力支援 就是剛你有你身旁有的朋友 那他們有什麼樣的能力或有什麼樣的背景 或是他有哪一些特點是值得你去學習 那他有什麼樣的特長是可以 你可以去請他幫忙的 那比如說人力支援利用這一邊 其實國姓應該是專家 其實大家可以跟國姓請教 你看國姓可以有這麼多志工 要幫你賭三個人 那是要把那種身材比較多 那你這樣沒人要幫忙 對啊 所以大家的朋友 我覺得 就是 那我想其實這是 如果在咖啡館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其實 其實咖啡館它 除了營利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其實它是一個人會主的地方 那 開咖啡館還有一句的部分 就是人與人的接觸 那你會因為這樣認識很多人 那這也是 其實也是服務業的一部分 就是 我們會遇到很多人 然後認識很多人 那所以你要喜歡與人互動 那其實 你在咖啡館 你就會遇到很多人的朋友 那你就會有很多人的資源 那當然比如說你在 你剛問的是在開之前 那在開之前我想 你應該 一個開咖啡館的人 應該有這樣的特質 就是 他喜歡與人接觸 那他是外相對 那你就會認識很多 那當然你也可以做一些動力 比如說 廣交 散遊 或是到咖啡館打工 或是接觸一些服務業的工作 就會有更多漁人接觸的景觀 換一下 越煮燈 分農一下 是怎樣 沒用開店 沒用開 沒用開店 越來越香 所以每天都 南朝會 這個司機 分農一下 我要請問老闆 你一下子開這麼多婚店 那有 自從到河的合夥人 還是你們獨資呢 我們都是組織 那怎麼樣去管理你們的員工 怎麼樣去管理 管理員工是一件很大的學問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一直在學習 那我想 可以說的 可能 就是我們運氣還不錯 也遇到很好的人 那當然中間也有遇到一些口屁拉搭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漸漸的 呃 要學習去篩選 我覺得 其實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 嗯 可能 呃 人 在你 請他之前 你就要想辦法 盡量避免 後面管理複雜的發生 那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幾年有學一些事情 就是怎麼樣去面試員工這件事情 你從以前來看 你 你意思 那可能我現在 就會變成 呃 面試 會變成 時間拖比較長 他多跟他聊天 跟他前話加長 跟他講話 人家在放鬆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露餡 就會了解他更多 那 那其實 像我們 我自己覺得 我想要找個夥伴很簡單 我大概 需要他有兩個特質 齁 不是奶超好 董拼給他 就是 就是我覺得 我那時候說 我覺得 呃 就是心地善良很重要 齁 我喜歡就是 單純 然後 善良的 那可能大家覺得說 這是 什麼條件齁 很籠統的條件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齁 我覺得 嗯 不管說 呃 他的職業技能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後天訓練 齁 那但是善良很重要 心地善良 那純真 所以 我們 所以我們 在找夥伴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是 以這樣的想法去想 那所以我覺得 到目前為止 我們運氣還不錯 就是 遇到的夥伴真的都還蠻善良的 那其實善良的人在一起 就比較容易把事情做對跟做好 Even 他現在沒有做好 我們只需要多一點點時間 他就會做好 嗯 對 那 那 管理這件事情 其實我 我倒覺得 就我們這樣子的 小店 很難去管理啦 我們不像說 可能大企業 可能50人 或100人以上 他們有很多 呃 就是 員工手冊很厚一本 然後規定很多的條文 我們自己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寫得那麼 那麼細 那所以其實 我 我都覺得 我們應該 不要去管理它 齁 那其實 呃 我一直在說 咖啡館 或是 餐飲服務業 其實 我覺得咖啡館 我覺得咖啡館 它應該是一種生活 那所以 所以 我們的夥伴 跟我們一起工作 等於也跟我們一起相處 一起生活 超過 每天可能都要有十一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這樣子的時間嘛 那所以 呃 與其說去管理它 其實我們 我覺得 呃 善良的人 那 我們一起做 應該做的事情 那 那 所以我 我都覺得 欸 我們的身份 反而比較像是 呃 可能是他的 長輩齁 或是大哥齁 欸 其實一開始 可能 我一開始都說 欸 就是 跟我的夥伴都說 啊 我就是 像你們哥哥一樣 然後這樣子 結果 一轉眼現在我發現 我都已經變他們叔叔了 對啊 我們現在的一些夥伴都已經小五 嗯 十五歲齁 或是更多 有小十八歲的 我想說 再過幾年 可能都變爸爸嘛 對啊 不過 其實我覺得 就是大家其實 一起生活 那用比較自然的方式 那 因為 要管理真的很難 我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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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的時間管理 我們的時間管理 你要聽我的 對 你們兩個一起的啊 你們兩個一起的啊 模仿剛剛那個小朋友 財務管理 對啊 還有財務管理 通常 就是 只有收進來 沒有付出金 九點 早上九點 蛤 九點半 九點半 結果我一拖到 上班的前一刻 起來 那 那就會接著連續 可能工作 十二到十四個小時 不敢 對 所以這真的需要一個 過人的體力 那 你看我們一轉眼 已經工作十年了 所以十年前的體力 跟現在的體力 真的是有差 而且差很多 現在都覺得到十一點 就覺得 差不多 真的要睡著了 以前可能工作到一兩點 都覺得也還好 對啊 所以如果各位 有夢想的話還是趁早 因為體力真的很重要 接下來開業 分配啊 要怎麼分配 對啊 那再來就是 因為 有時候 很多人會講說 你管三間店 那你要做那麼多的工作 可是其實很多工作 它是 可以重疊的 那看你怎麼 怎麼去規劃它 比如說我們可能 這個時候 我們在製作 餐飲這個部分 那中間 一定會有很多的空檔 那比如說 這個空檔中間 我們應該安排 其他活動把它補滿 而不是說 三個小時就在這裡 煮一個肉醬 就煮完這樣 那 像我們可能一天 我們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可是 比如說 我們如果把我們工作清湯 一整天再攤開的話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可能它一個禮拜都做不完 可是我們可以在精華 在一天就把它完成 這樣 讓大家比較熟悉 讓大家比較能體驗 就是咖啡團的生活 早上 因為譬如說 早上其實 我們營業時間 是十一點到十一點嘛 所以通常 開店前 我們會做一個準備的工作 那 在這個過程 可能你前面 就是 電路在忙 可是我們後面還是 很多準備的工作要做啊 那譬如說 我可能一天 我可能要 做甜點 然後 它可能烘豆子 然後我們包 掛包 比如說你看到的 每一個產品 都是需要去製作它 而不是說 我打一個電話 就我廠商送過來 沒有 我們自己真的很愛做 就是所有東西 我們都會 盡可能自己去完成它 所以 比如說我們常常 可能一忙 然後就忘記吃飯這件事 對 所以我會覺得 開咖啡店 就是 通常開咖啡店的人 都會有個鐵味 它是訓練出來的 你知道 因為我們 比如說我們吃飯時間 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樣的 比如說你們可能十二點吃飯 然後晚上七點吃飯 可是這個時候是我們公餐的時間啊 你們吃飯 那 誰做給你們吃 但就是我們這些服務人員 做給你們吃 對啊 所以就是 我覺得看自己怎麼去調適吧 那 其實對我來講 我本來就不會 有一定的規矩說 可能 我早上起來 我十一點就一定要吃飯 就是 不用說一定要餓的時候才吃 就是 可能開咖啡館的邏輯 跟就是可能一般 比如說上班的啊 還是 的那種想法 就會不太一樣 對啊 好 我說一下我今天的工作行程 那大家可能比較知道開咖啡館是怎樣的狀況 這樣我今天大概就是 欸 七點起床 然後七點起床 呃 就是好 我就 進到我的咖啡館 然後我就要 今天我就會先烘豆子 那所以我 我們要烘豆子 我就會先到我的烘豆室 把我的烘豆機打開嘛 那 烘豆機要加熱到180度 然後我才會開始炒 炒豆子嘛 那他從 從就是室溫加熱到 一百八十度大概需要二十分鐘嘛 那這二十分鐘 我就要趕快 到樓下 開始掃地啊 擦玻璃啊 然後弄一弄 就剛好 這二十分過後 我就趕快上去 炒豆子 那在炒豆子的同時呢 呃 我可能就要去 呃 就是整理我的倉庫嘛 去把我們今天 可能下午的杯料要做好 那這樣子時間 欸 一專業 我炒完大概就是 十一點 十二點 然後我們就 就要到樓下 其實我們的夥伴已經開始 就是開門 開始接待客人 那我就 去幫忙 就是 呃 做做外場啊 或是沾一下吧台啊 去煮煮咖啡 那 比如說 到了一點半 公餐時間過 比較不忙 然後 這個時候呢 我就 要送貨嘛 我就要送貨 去我的其他店 就把其他的物料 背到 背到其他店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 我一邊開車的時候 我就會一邊 吃我的早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吃早餐的過程 我就到了 到了另外一家店 就把 東西 呃 送給我們的夥伴 那這個時候 然後順便呢 就跟我們其他店的夥伴呢 精神喊話一下 吼 溝通一下 關心一下 然後尋尋店 然後 比如說像 這個同時呢 我們就會順便去跑一些 外物嘛 就比如說 我們現在在 呃 我們新店在 在文化中心 那有一些籌備的 動作嘛 就要去跑跑縣政府啊 然後 去跑一些公共傳送 然後 呃 然後我們 抖六市公所 有一個 有 簡單生活節 那我們 有去 承辦 承辦的一些 就是 然後我們 剛剛有提到我們店長辦一些小型營商嘛 那我們就很愛做 我們要去接 去跟他們毛巷 在那裡 我們兩個去接抖六生活節 來電影節 活動 那所以 我們就 順便 去做這個活動 然後 就去 既然跑了縣政府 公所在旁邊 就順便去把 這些廣當做一做 那趕快再 回到志同的店裡 然後回到店裡 就是 也開始 煮肉醬啊 然後煮農湯啊 然後 然後這個同時 就一邊 準備一下晚上 要來國慶這一邊 那所以 我們就要利用開車來 國慶這邊的路上呢 吃我們的 午餐兼晚餐 然後 所以今天很高興 可以來這裡 就可以坐著 跟大家一起 聊聊咖啡 坐一個晚上 不然 通常這一個時間 我們就是會繼續在咖啡船裡面 這樣吧 這樣 那會不會一講完之後 大家就不敢開場 哈哈哈哈 就是其實可能 我們就是會把很多時間交錯在一起 就可能 比如說 我可能 一邊在 在烘咖啡豆的時候 那我可能就要一邊 就是 呃 在準備烤 烤那個 糕點的麵糰啊 等等 或是我一邊煮肉醬 然後要一邊 一邊 煮農湯啊 然後一邊 一邊要 什麼 就是 就是 看一下外面的客人 等等 就是你要把時間 就是 交替著使用 還有人想問答嗎 時間 一定 你 散播的時間 還有一段距離 還有來 可能是要開放買兩條 哈哈哈哈 還有人想問答嗎 說到開放買的東西 國神有告訴我 今天有 兩特色 非常讚 這特色 他告訴我 他本地是要退銷我買的 結果 他本地是 咖啡館必備 咖啡館 燙銷書 第一 所以我店已經有了 但是 我也要跟大家說 深夜食堂 是一本 挺有趣的書 那 在咖啡館裡面 我幾乎看到每間咖啡館都有這間書 那我覺得他寫的書 這個書寫的挺有趣的 雖然他是食堂 但是跟咖啡館很近的 就是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其實 這是我們很愛做 也是我們願意投入這個職業的原因 那我不知道各位 如果有機會可以看看這本書 你就會發現 你適不適合開咖啡館 因為我覺得他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溫暖人情 這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我期望有一天 我也可以變成像 深夜食堂那樣 可以去溫暖人心 抚慰人心 那這樣的好書 郭忍說 今天有很多書要買給大家 哈哈哈哈 我也是 找到那種 要買找的人 不愛買的人 那就是 這間出版社比較高 要找找都找不到 現在 很難買到最新的 還有第九集 他拿漫畫的 現在還在結束廚房當中 大家在看 不過我說 今天今天主題 其實 芒果咖啡 可以到今天 都沒倒 又越來越用 他的咖啡機 一台比一台好 他烘焙機 一台比一台好 他開的車 也一台比一台好 用 這是百萬名車用的 最關鍵 這關鍵 他真的 他太太是很 有造詣的 有造詣跟宿客 他開咖啡 他也是要跟 結合 結合 結合就恰恰 更重 有機會去看他的空間 太太的作品 就在那裡辦展覽 不需要去別人辦 自己的咖啡店辦展覽 這個你看 這個是一個最屌的事 而且還可以 時常的喚醒 然後 換主題 這睡覺 更加困難 奇怪 他才有時間 因為 他看起來 烘肚子 都在睡覺 沒騙人喝紅酒 說到喝紅酒 他自己辦 喝紅酒 品嘗 他自己買了 他自己買 就要辦 在他11點 12點 裡面有 這樣 就比較舒適 所以他們已經把那個 不管他喜歡喝酒的 品嘗酒的 或者這邊 喜歡看電影 或者喜歡畫畫的 把他融入到他的 店面市場去 說我媽媽 這是他 一定 不用他 真的趨向一個 生活 他剛才說 那些 悲傷 一路的 怎麼吃 我怎麼聽他說 他沒有每天這樣 那是他可能 昨天 其實太輕鬆了 當然今天要做 來補啊 重點 要聽重點 說 他到底 一個禮拜 可以休息幾天 這個才關鍵 他開了三天 三間 他一個禮拜 就休三天 等於說 他們 睡得多 給你睡得多 這個是很關鍵 他們做到這個 其實還有一個關鍵 可以躲避到好的 或者 熬到自己的親戚的朋友 可是我覺得 也是很關鍵 要賺錢 不用賺錢 不用賺錢 就沒有給自己的錢 真的開錢 他有這樣的 那個 特色